尽堂勇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主内兄弟姐妹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弥撒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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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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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哈布派人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 聚集了那些先知 一起到了加尔摩尔山上 厄利亚走向全体民众面前说 你们摇摆不定 摩棱两可 要到几时呢 如果上主是天主 你们就应该随从上主 如果巴尔是天主 就该随从巴尔 人民一句话也不回答 厄利亚对人民说 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巴尔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人 请给我们牵两只公牛犊来 他们可任选一只 抛风成块 放在木柴上 不要点火 我也照样预备另一只 放在木柴上 也不点火 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字 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 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就是真神 民众回答说 你这话说得很好 伯利亚对巴尔的先知们说 因为你们人数众多 你们该先挑选一只牛犊准备好 然后呼求你们神的名字 只是不要点火 他们即将人给他们的公牛犊牵来 预备好 从早晨直到中午 呼求巴尔的名字说 巴尔 应允我们吧 但是没有声音 也没有答复 他们就在自己所住的祭坛旁 跪下又起来 跳个不停 到了中午 厄利亚嘲弄他们说 你们在高声喊叫 因为他是神 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 或者他暂时隐退 或者正在外旅行 或者他正在睡觉 必须把他叫醒 他们遂更高声喊叫 照他们的习惯 用刀 用枪 割伤自己 直到全身流出血来 过了中午 他们仍仍继续狂喊乱叫 直到晚季的时候 但仍然没有声音 也没有答复 也没有谁理会 厄利亚对全体人民说 你们到我这边来 全体人民便都到他那边去 厄利亚立即修复了 已经坍塌了的上主的祭坛 依照雅各伯子孙的支派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这雅各伯就是上主曾对他说过 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为上主的名 筑成一座祭坛 在祭坛四周 做了一个水沟 可容阿尔瑟拉谷种 他把墨柴放好 将牛犊 抛分成块 放在木柴上 然后吩咐说 盛满四桶水 倒在全番济和木柴上 他们就这样做了 他又吩咐说 再倒一次 他们就倒了一次 他再吩咐说 倒第三次 他们就倒了第三次 水沿祭坛四周奔流 沟里满了水 到了要奉献晚祭的时候 俄利亚先知 走进前来说 上主 亚巴郎 伊萨格和以色列的天主 求你今天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天主 我是你的仆人 是奉你的命 做这一切事 上主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着人民知道 你上主是真天主 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 于是上主的火降下 焚尽了全番济 柴木 石头和尘土 也烧干了沟中的水 全体人民见了 都服服在地说 亚远是天主 亚远是天主 天主的圣言 天主 求你保佑我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只投靠你 我要得你的基业,有你为我守着。 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 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右边。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只投靠你。 请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唯有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 永远在你右边,也是我的福乐。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只投靠你。 阿雷路亚,阿雷路亚。 我的天主,求你教训我旅行你的道路, 引我进入真理之路。 阿雷路亚,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向他的门徒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 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即使天地过去了, 一撇或一化, 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 必带一切完成。 所以, 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也这样教训人, 在天国里, 他将称为最小的。 但谁若实行, 也这样教训人, 这人在天国里, 将称为大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您。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 在福音中, 耶稣说, 我来不是为废除法律, 而是为成全法律。 是的, 法律呢, 是一个方法, 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好的, 或者说是成全的法律, 可以引领我们到达这个目标。 那么,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就是我们仁爱的生活。 等我们最终面见天主的时候, 审判我们一生的标准, 不是看我们是否遵守了法律, 而是看我们是否活出了仁爱的生活。 那就是在马斗福音第二十五章, 人子在光荣中显现时, 要分开绵羊和山羊, 就要看我们是否真心的, 像我们身边那些最弱小的, 最被人看不起的, 最边缘化的兄弟姐妹们伸出有爱的手。 当然, 法律呢, 是必要的, 不可以废除, 就好像是交通法规。 在十字路口, 如果是没有红绿交通灯的话, 那么来自四面八方的车子都挤在一起, 哪里也去不了, 什么也办不成了。 交通一瘫痪, 没有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也就谈不到什么施行爱德了。 但是呢,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为了我们这个仁爱这个目标, 我们要暂时的要放弃法律。 比如, 看到马路的对面有一位小朋友, 掉到了河里, 他就要淹死了。 只要我们看左右, 没有车, 没有人, 我们为了救这个小朋友, 就不必要等到这个红灯变成绿灯以后, 我们才过马路。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呢, 这个法律呢, 也需要临时的变通, 为了我们的人爱这个目标。 我们管这种法律的特殊情况下的变通呢, 称作权宜, 所谓的权宜之计, 权宜, 归根到底呢, 我们是通过法律这种方法, 达到人爱这个目标, 以便我们呢, 最后呢, 在山羊绵羊的这个选择中, 我们成为主爱的这些绵羊, 得到最后的救恩。 其实呢, 作为心中有爱的人, 只遵守法律呢, 是不够的。 仁爱超越了法律。 今天呢, 我收到了两个教友, 交给唐区的奉献。 其实呢, 那两个教友的家庭呢, 都算不上富裕, 而且呢, 都面对着蛮大的经济上的挑战。 他们为教会呢, 捐献出了不少的钱财。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遵守法律的话, 他们本来不需要捐献那些钱财。 从他们的身上呢, 我们看到的是圣经中, 那个穷寡妇的那种挚爱, 那种对天主的感恩, 那种对生活的全然的交托。 本来不忍心收下他们的奉献。 但是呢, 看到他们对教会的, 对天主的那份挚爱, 只能求我们的好天主, 充沛地降服他们所需要的恩宠了。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基督的法律, 这种成全的法律, 就是仁爱的法律。 就像基督在最后晚餐中, 所给予我们的新的诫命一样, 诫命法律是相通的。 耶稣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 你们要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成全的法律是爱的法律。 圣奥斯定说过, 因着心中的人爱, 令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而不破坏法律。 而我们说, 因着心中的人爱, 让我们今天效法基督, 来超越法律。 阿们。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 卖面饼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酒水的餐和象征了天主, 学我们的人性, 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 上主, 万有的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 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 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 求你悦纳。 上主, 求你洗净我的罪污, 抵除我的迁游。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仁慈的上主, 求你建领我们对你的崇敬和侍奉, 并悦纳我们的献礼, 使我们在你的爱内日渐成长。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圣父, 我们借着你钟爱之子, 耶稣基督, 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基督是你的圣言, 你借着他创造了万有, 并派遣他救赎了我们。 他因圣神将运, 由童贞女诞生。 他奉行了你的旨意, 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 受难时伸开双手, 以战胜死亡, 宣誓复活。 因此, 我们随同天使和诸位圣人, 歌颂你的光荣, 同声欢呼。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 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穴。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 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全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我们的无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也随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随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随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我们的主宝, 圣若瑟, 诸圣宗徒, 以及一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祂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坚诚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愿意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真诚地互助, 来自上主的平安。 祝你平安。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圣一圣成, 圣一圣活的永生。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照来赴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愿今之身体胜血, 会我们得到永生。 我祖耶稣, 我真心全心, 在身体胜尸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领移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失灵你。 请收我身体胜尸内, 请收我身体胜尸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 到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你天上神良, 医治了我们的心灵。 请你仁慈的祝佑我们, 远离罪恶, 指引我们度正直, 圣善的生活。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